环球大战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思敏 到了我们网络独播版的时间 今天邀请到的是黄奎博老师 大家好 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聊聊马锡慧 昨天刚落幕 那这个马英九他见上了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 这是他们两个在相隔了 9年之后再次的见面了 那大家这一次也特别的观察 这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来值得深谈的部分 其中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这个马锡二会上马英九他口误了 他把这个他本来要说 他说成了这个中华民国啊 本来是要说这个中华民族 后来赶紧改口 当然大家也会有很多的解读说 他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 这一次的马锡慧比较特别的是 他们接待的外宾的地方 不是之前的这个福建厅跟台湾厅 而是在东大厅 这个地方通常是接待重要的外宾的地方 那这当中跟随着马英 跟随着习近平的还有两位是这个 中国大陆的两名政治局常委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他等于是大规模的 然后这个位阶也拉得很高 来接待这个马英九 为何要如此的高规格 来接待一个卸任的台湾的领导员 老师怎么看 你要知道 马英九他虽然说已经是一介平民 没有官职没有党职 可是好歹他是中华民国前元首 你可以看到过去不管叫什么联胡会 或者是胡锦涛跟这个朱立伦见面 胡锦涛跟吴伯雄见面 或者习近平跟洪秀柱见面 跟朱立伦见面 好了 他们有些是国民党主席或者荣誉主席 可是最高最高就是联战的这个副总统 前任副总统的位置 虽然说中国大陆不承认 台湾这边的官职 但是以台湾这边的算法 连战是副总统率最高的 马英九前面这些位置 不管是前主席或什么 他都做过 而且他还是前总统 所以他是以在台湾的政治身份 政治地位到大陆见到习近平 真的是最高的一个政治人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2015年11月新加坡的马锡会 双方在九二共识 作为一个对话基础之下 老师也有趣 两边结盟 对 新加坡一日游 蛮辛苦的 但是呢 这个马锡会的九二共识 其实确实让 后来立下了一个典范 就是只要双方有这样的一个政治基础 现在叫九二共识 那么双方就很多话都可以谈 不一定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大家都可以谈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历史性的意义的会面 马英九他的这个政治地位 当然跟我们前面讲的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又有一些不同 第三个呢 当然就是说 马英九 他现在在台湾 还是国民党里面相对少数 愿意而且勇敢大声讲出九二共识的政治人物 所以像他这样虽千万人无往已的态度 而且他又如目中华文化 他认同中华民族 所以虽然说马英九的国家是中华民国 他说嘛 中华民国是我国家 台湾是我的家园 跟中国大陆的立场是不一样 但是呢 九二共识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等等 这些确实可以构成第二次马席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所以基于前面的这些原因呢 我想习近平也非常务实 而且非常弹性的 在刚才四明讲的这个东大厅 进行了第二次马席会 而且这个厅基本上都是接待外国元首的 跟过去连战 红秀柱 朱立伦等等 他们好像印象大部分是在福建厅 这个等级还是不太一样 是 所以我常常讲说 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习近平 他把九二共识的弹性空间 用到了最大 不只是他建了一个 已经没有任何党职官职的人 而且用这么高的规格 再来呢 他可以让他还有其他三位常委 还有国台办的副主任 陪他去建 除了马英九之外 其实基本上 真的不是台湾政界那种赫赫有名的人 后面更不用讲 做了20位学生 学生还可以跟习近平提问 问答 虽然说我们不知道问的是什么 那这些都是习近平过去 跟台湾各界互动的时候 我没有看过的 所以我说他把习近平这一方面 也把九二共识的弹性空间 把它撑到最大 那再来还有就是 刚才斯敏也提到了 马英九讲这个中华民族 讲成中华民国等等的 是口误吗 我觉得是口误 因为马英九 我都称他老师 因为他在政治大学的时候教过我 他教国际司法 什么时候啊 我大学的时候 我有过关了 我有过关 所以他的这个个性 从我当学生 到后来进入政府 接调服务 还有后来担任他基金会的董事 他其实真的是一板一眼的个性 所以你叫他故意在那边 耍些小动作 中华民族讲中华民国 我不觉得那是他的个性 而且他最近口误 有时候稍微多一点 对 没错 经文都报了一堆 他的回顾 所以我会觉得正好是口误 不过我刚才讲习近平的九二共识 弹性空间的最大化 还有一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马英九在那边讲了 两岸 对于一个中国原则 在1992年各自表述 过去的各自表述 是台湾方面说的 而且呢 大陆知道 但是当两岸正式会面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不讲 对 只有学术界讨论的时候会讲 但是政府或者一些政治敏感场合 大家不会讲这些什么各表 太敏感了 对 那因为我们求同存异 对 同 好了 大家都有一个中国 然后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好 就好了 那至于我的中国是什么 你的中国是什么 那我们就按下不表 这叫各自争议 那以前是不公开这样讲的 但这一次习近平跟马英九见面 马英九当场讲了 1992年我们各自表述了一个中国原则 那这个不是习近平把这个 92共识的弹性空间开到最大吗 以前真的没有发生过的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弹性空间 我确实看到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马英九也做得蛮好的 是他不只是两次访问大陆 都去走这些中华文化 还有历史的重要景点 让不管是电视机 或是网络前的观众 还有跟他去的这些青年学子 了解到这些中华民族 过去的种种 再来他自己作为一个 卸任的中华民国总统 又是一个重要的台湾政治人物 他等于把他自己的资源 和人脉跟大陆做了一个连结 就是当下的连结 所以我刚刚讲是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 过去的这一块 马英九做了连结 他自己以他自己的资源身份 现在做了一个跟大陆的连结 那他带的年轻人呢 代表是未来 等于是未来一个传承的连结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资源 但是他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也真的是善意满满 诚意满满 特别再继续请教魁伯老师 你怎么看 因为这一次习近平还有称赞马英九 他有民族情怀 我想要来解读一下 他这个习近平口中 习主席口中的这个民族情怀 是什么意思 那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缓和两岸关系的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 这个民族情怀 其实应该就是认同中华民族 因为马英九 他真的是一个中华民族派 中华民国派 他认为说 反正我们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 不管什么汉满梦回 藏苗瑶或者各种那样 只要你是中华民国 这个 治权范围所及 或主权范围所及 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 那这是一百多年前 就已经传承下来的 中华民族的这个概念 那两岸 说实在 如果今天 像特别在台湾嘛 你说你是中国人还台湾人 其实好像中国台湾就已经 政治上就分立了 那当然台湾 遇到这问题有很多不同的回答 特别现在 回答说 我是台湾人 这个比例一定是最高的 当然还有说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是台湾人 还有个位数的时候 会说我是中国人 但是呢 讲到中华民族的时候 你就会注意到 同意说 我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的 比例马上升高很多 对 我因为最近我没有看到相关民调 我不敢讲有多少 但是过去 我讲过去大概三年前左右 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 应该都还有 接近六成到六成多 嗯 那这个在台湾算是 你知道台湾是个 算是高度民族化 但是非常分歧的一个社会 所以有个六成上下的 这样认为中华民族 算很高了 嗯 那这个中华 但是这六成里面很明显 就有些人会说 我是台湾人 嗯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台湾人 嗯 但是我认同 我是中华民族 所以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它有历史血缘文化的 这种意涵在里面 台湾人民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嗯 那这也就是两岸的 另外一种 非政治的连接 嗯 所以习近平说 马英九有这个民族情怀 当然就是你认同中华民族 嗯 希望可以 你可以继续根据中华民族 推动对中华民族 有利的事情 嗯 对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老师 我们再往后看 接下来 这个习近平跟这个马英九 他在见面上 可能会变成一个常态化吗 虽然我们说 这个马英九现在已经不太 不能 应该说已经完全不能代表 台湾的政府了 但是您认为 未来有机会常态化吗 那如果有 真的可以做到常态化 应该看起来就是可以减缓 两岸的关系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吗 对于现在对峙的状况 再来就是说 马习可能会绕过政府 跟政府之间的这个 政策合作 然后来开辟新的交流业务吗 第一个我觉得会不会常态化呢 这未来要看双方的意愿 而且说实在 马英九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去 特别他现在去任何地方 他都会带着一群青年 嗯 那这青年不一定只能到中国大陆 他们像去年10月 我也跟着马英九基金会团 跟着马英九董事长去了 美东纽约跟华府等等的 所以他有很多地方要去 是不是每年都要去次大陆 而且都要去北京 我觉得真的是看情势的发展 那因为马英九没有任何的职务了 所以他的这些到大陆的行程 说实在只是在以身作则拉近两岸的距离 嗯 让两岸尽量的荣兵 但是呢 他能不能够促成什么政策的改变 对不起 这个是手握公权力的人 那手握公权力在大陆当时习近平 台湾现在是民进党政府 对 那民进党政府过去这八年看得出来 不太愿意在这方面做一些妥协 嗯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只是尽他一个前国家领导人 想要讲的话 一个中华民国公民想要建言的这个地方 但是呢 民进党政府要不要做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非常的困难 嗯 如果马英九的个性就是这样 他有时候是很 很坚持 很乐观的坚持 他觉得我就要做 我觉得是对的 所以我相信只要他的资源够 他的体力够 他一定会每年继续的 对两岸荣兵 两岸交流有帮助的事情 他都会继续做下去 但是政策的影响 那对不起 真的 只能让有公权利的人来讨论 那有可能开辟新的交流业务吗 现在如果是大家不会 不再 不再透过政府 就是等于是绕过政府 两边可以有一些 新的交流业务吗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肖旭成 最近也讲过 他就说这个 这些新的业务 两岸的交流的政策 或者做法是政府的事情 基金会就做基金会自己想做的 所以包括像青年的学子去大陆 还有马英九 去年7月邀请大陆无所高校到台湾来 我也陪了几天 等等的 那未来会不会把高校学生触及到老师 甚至是校长 或者是其他艺文界的人士 因为他是马英九文教基金会 我觉得都蛮有可能的 那这种软性的 也很不容易被政治攻击 但是又有它一定的效果 是好 非常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魁伯老师 来跟我们做分析 今天晚上同样在正片9点钟 我们会有针对中 乌尔战争 另外还有在中东局势的战争 来做更深入还有多元的分析 晚上见啰 拜拜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